那么这篇讲话,鼓吹台独,山东对立,割裂历史,扭曲事实,以所谓共识团结为幌子,图谋绑架台湾民意,勾连外部势力,为其谋独挑衅张目。 1940年以来,尽管海峡两岸尚未完全统一,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中国的事实,从未改变,也不可能改变。 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,从未分割,也绝不允许分割。 两岸同属于中国,两岸关系绝不是国与国关系,所谓互不隶属,就是赤裸裸的贩卖两国论。 无论企图怎么包装台独分裂主张,都不能掩盖起分裂国家的险恶用心, 由此更加说明,是民党当局的谋独挑衅,造成当前两岸关系的紧张动荡, 威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,我们打击遏制台独,完全是必要的正义之举。 第二,最近一段时间以来,我们相关部门,包括国台办, 我们的表态中阐明的态度立场,和我们一些有关的行动, 已经发出了清晰的信息,就是我们绝不容忍台独, 绝不允许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,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我们,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, 坚定决心,坚强意志和强大能力, 就像我刚才说的,倘若民进党当局执迷不误, 不知悬崖泪马,只会把台湾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。